湖州无形区区府路上有一个上石雍井湾小区 杜先生介绍2021年入住前 他在地下车库买了一个车位 花了13万5千元 现场把车开出来以后 车位地面上露出了白色的闪电标志 闪电标就是说呢 你有了这个闪电标以后呢 可以装这个充电桩 车位上面装充电桩 如果你没有这个闪电标呢 是不允许装这个充电桩的 他这个价格是不带闪电标是12万5 带闪电标是13万5 当时呢就考虑了以后 新人员这个趋势嘛 都花了1万块买的这个车位 杜先生提供了一份 附属用房买卖合同 附属用房是地下室的车位 合同后面有一条写着 本合同附件平面图上 有充电桩标识的车位 允许设置充电桩 没有充电桩标识的 不具备申请设置充电桩的资格 杜先生说 原本多花这1万块钱 是想要给未来 开新能源车预留空间 但从去年开始 他发现 一部分没有闪电标识的车位 也装上了充电桩 那如果说你要是说 都可以装的话 我们没必要去买这个 多花1万块钱 没必要去买这个 闪电标识的嘛 也没有说 帮我们装好充电桩 也没有说帮我们拉好线 什么都没有 现场还有一位业主表示 他的情况跟杜先生一样 也是冲着闪电标 多花了钱 就是我花这个钱的意义在哪里 难道我们多花 这1万块钱 就是买你这一条 闪电的这个线吗 1万块钱就花了 就跟没花一样的 而且我担心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这么多 车位 这个一旦就是说 所有的车位 都装上充电桩了 对吧 这个电容 包括这个整个小区的 线路 而且这个供电这一块 是不是有隐患 我最考虑的就是安全 一个是我的这个 都花这个1万块钱的这个事 他们现在说车库里有一些 没有那个标志的 也装了 那这个是销售的事情 销售我们不清楚的 那它能不能装这个充电桩呢 没有标志 现在国家都应许装的 文件是2023年6月份出来的 买卖的时候 这肯定是销售的事情 我们也不太清楚的 现在不是这个事情 去年一直在搞这个事情吧 现在在走司法途径嘛 物业负责人提供了一个联系方式 说是开发生那边的工作人员 记者打过去没能接通 发短信表明采访意向 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 杜先生表示 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8黄剑记者胡州报道